現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利用週一到週日 每個中午的12點到12點半 收看我們台股72遍這個節目內容 那個我們看一下 目前加權指數跌17點 暴在9255點 剛剛那個副公務我說 哇 你這個盤還給你Q 我說你也幫幫忙 這個盤怎麼有可能會Q 怎麼有可能的事 來 好…來長來 現在9255 來長了 不會Q啦 怎麼有可能Q 第一個 你就看 來 我們經常在講證券市場 不管是指數操作啦 股票投資都一樣 你凡事你要有你自己的看法 不是用猜的 那麼這個看法的由來 是你針對你長期以來 那你從整個結構裡面 那你去做判斷 好 舉個例子 台北股市今天怎麼看 今天賣掉啦 今天看他漏跌啦 你就問我啦 我會告訴你今天是看跌 也就是說它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任何上漲你在尋求什麼 卡扛 去卡扛 繼續卡扛 一直卡扛 不一樣喔 不是每天都這麼做喔 每天的結構不同 針對不同的結構 那你去做判斷 那你的判斷 你的正確性要夠 好 所以以今天為例 今天是空方盤 今天是空方的盤 那為什麼今天會是空方的架構 因為他的第1個 如果是我 我就在我心坎裡就畫一條線 你知道嗎 這條線叫做9266點 好 這個是大家想知道的 而問題是 為什麼是9266點 我舉個例子 我們看一下測標 我請問各位 全中華民國大概大家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我請問你 下個禮拜一放假 有假 對不對 抱歉 我成都比較壞 我請教你 有什麼 下個禮拜一放假 你說因為補假 我說得這麼好的 我說這麼大聲 有什麼放假 你國慶日啊 我跟各位講 我從昨天 我開始問喔 我最少問了超過100個人 最沒有100個 電視公司我到處問 我說禮拜一補假 大家都給我印刷 國慶日 雙十國慶 你們頭顧老師 分析師不是都 國慶日 折扣 優惠嗎 對 那什麼是國慶日 雙十節 什麼是雙十節 你很厲害 你告訴我 沒有啦 拜二休息嘛 對 禮拜二休息 雙十節 國慶 什麼是國慶日嗎 沒有啦 為什麼有節叫國慶日 為什麼有節叫雙十節 還是發現什麼事情 端午節 你問端午節 我知道啊 端午節吃肉粽啊 不然端午節吃月餅對不對 所以端午節呢 因為吃肉粽所以放假 吃一包 中秋節呢 嫦娥奔月對不對 所以吃月餅啦 你有沒有 月到中秋份外援 你講得這麼好 這中秋節也休息一天 對 都對 十月十號 雙十節 國慶日 有折扣 有優惠 好 很好很好 那有什麼好賺 沒有啦 一樣的 你說講這個 跟我們指數有什麼關係 一樣的東西 大家啦 買賣股票啦 操作指數啦 我都要贏啦 我每天都要贏啦 我不行輸啦 我特別都要對啦 業者為了要迎合 迎合所有的大眾 對不對 迎合各位 節目上也在說我每天都贏 那我請教你 還是怎麼樣贏 就好像是禮拜一放假 雙十節 有什麼是雙十節 因為雙十節叫做 你知道那你告訴我 雙十節叫做 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 才會有十月十號的國慶日 晚上才有這天休息 簡單說是這樣 就是說他一定有個原因 有個典故 所以依照過去的慣例 他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那如果遇到假日 剛好就補假一天對不對 那如果一般假日就休息 意思是一樣的 來你看看今天 今天怎麼做 不是說今天空 不是說今天多 而是在於今天該怎麼看 今天的關鍵叫9266點 那為什麼今天是9266點 那如果他跌破9266 難道可以保證他不漲嗎 他漲只有一種條件 就是說從早上9266這個點 被跌破之後 一直到現在到收盤 他絕對要有一個新的交易量能 他才有可能去改變 目前今天的空方架構 多頭也是一樣喔 他今天只有一個多頭 除非有一個新的交易量的產生 沒有這個多頭他不會變 他就繼續一直一直一直撞起來 所以好 回過頭來 我們很快速來做個觀察 來 各位請看 喂 各位滑鼠咧 抱歉 首先呢我們先把今天 我們先從最短線的 最短線的 今天這是今天早上 一開盤一直到11點鐘之前 大概在11點45分左右 加全指數的走勢 譬如說每天也不用到11點 就差不多9點半 一般來講9點半 你就可以確定 當天是一個多頭 或者是一個空頭 還是多頭架構 你半點鐘以來 你論上你就可以做半段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以今天為例 是要怎麼看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是把今天開盤量剔除 剔除之後你去觀察 它最大的交易量 發生的時間點 它是當時發生的 那麼你去看一天 看兩天 看一星期 看一個月 看一年 看兩年 看十九年 像我就看十九年 這十九年以來 它值不值得你信賴 沒有啦 它值不值得你相信 你每天只要半個鐘頭 也不用什麼開盤拔法 什麼什麼 都不必 你大概就可以 百分之八九十就估出來 當天的整個架構 好 當天它告訴你 在9點08分 你就已經確定了 除非從9點08分接下來 一直到今天收盤 1點45分 從9點08分到1點45分 除非接下來的任何一分鐘裡面 任何一分鐘 你發現有另外一個新的交易量誕生了 那這個交易量呢 已經取代了什麼 9點08分這支交易量 那代表什麼 代表它整個結構 只有由空方轉為多方 如果沒有這個取代的量 沒有 沒有 本來就是會氣會落 就這樣害哪害去 害哪害去 它害了個半天 它也害不出一朵花來啦 我告訴你啊 甩不出一朵花來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架構沒有改變嘛 所以是不是英雄這個架構一直走 對不對 雙十節 如果大架構沒有改變 在未來可預期的 每一年的雙十節就是效果 除非未來說雙十節我沒有效果 那就有可能嘛 那要不然這個架構就一直持續嘛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以台北股市為例 9.08分 當時的交易量 是到目前這一分鐘裡面 成交量單分鐘最大的 那這個點位發生在9266點 台北股市如果要轉為多方的量價結構 它一定要怎麼樣 它一定要有一支成交量出來 那代表它要出現轉變了 那否則這個程序是持續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這個9266是持續的 那接下來不管是今天或明天 你該怎麼繼續做評價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就把今天10月6號 10月5號 10月4號 10月3號 一直看到9月30 那麼當然最主要在9月30 可是不用看那麼遠 你不用看那樣的 不用看到9月30 先看到10月133這個低點就好了 10月3號這個低點發生在 9216號這個高點發生在9266點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要看一看 紅海大力光不可能啦 它不可能每一分鐘 它一定是集中在一筆 全部把它撞下去 這長期來都是這個架構 所以你就看單一分鐘 那你有軟體的有的朋友一樣 你就把加權指數點出來看 因為你是即時的 它是每一秒都在交易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去看 加權指數每一分鐘的一個變化 所以很簡單 你就看到就是這樣 所以低點多頭的結構 一定落在哪裡 落在10月3號這個點 這個點叫做9215點 報告完畢 然後高點9266 說完了 那一定告訴我說 那接下來面對這個格局該怎麼做 這個格局一樣 所有的朋友 你有系統軟體的 你是用即時版的一樣 你把你的系統就點出來 第一個 這個是日線喔 我再說一次喔 不是這樣做的啦 我再說一次 你一定要說我這樣做 我這樣贏得分氣 沒人這樣做股票的啦 你一定要說 喔 加P-50加到賣 加增50加到賣 我這樣一間去2000點 那不是神經病嗎 不是啦 指數看分線 指數看分線 股票才看日線 這個叫分線 分線圖對不對 好 特別是新朋友 你有在使用系統 舉例 日線 日線是看股票 2379 這支股票叫瑞育對不對 瑞育要怎麼看 你就看過期喔 來 第一個 史為盡 知心替 對不對 同為盡 知漲跌 對不對 人為盡 賺大錢 你怎麼亂說 對不對 來 這裡叫正午時嘛 我們事後來做觀察嘛 那這個點 你覺得瑞育是該買還是該賣嘛 你用這個點當然是相對的高點啦 啊 現在在車 那你說我接下來怎麼看 那你不是要等他掉下來嗎 你現在是來亂的嘛 不是 你有單一度來這裡 怪不得就賣錢 你管他幹什麼 那你說那過去呢 過去負50你就給他賣了 你再問我 啊 這裡給他賣了 這裡是對 這裡是負50啦 有些發現到這裡 一直沒有發生負50 那就買一次 啊 我不管你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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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次 隨便你啦 你是對的啦 然後呢 從這裡一次買進 一次多方啦 負50啦 這裡一次正50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啊 啊 這個就叫PSY 跟你分享 股票是看日線的 你為什麼呢 為什麼特別舉銳玉呢 因為今天主要的外資法人 又在講銳玉了嘛 所以我怕你黑白講嘛 看人家一些分析師 接受反彈就跟你黑白報嘛 對不對 外資就黑白講嘛 你就黑白聽了嘛 你就亂做嘛 就跟你分享 你自己看 整體上 如果我們去看 觀察 你不就希望知道 為什麼禮拜一放假國慶日 為什麼國慶日 因為當初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對不對 就是這樣了 所以拜他的效果 這個叫高點 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抱歉 那麼從指數的觀察裡面 第一個 指數看分線對不對 好 今天呢 該怎麼做 今天呢 今天兩兩要起死 今天是我們的副控 紀念頭一句話又問我 你們今天還空到最高點對不對 我不知道要跟他說是 或是跟他說不是 因為我可以講對 也可以講不對 你一定問我說為什麼 好 來 我們來看喔 今天最高點不是在這裡嗎 好 所有 有軟體的會員一定跟我講 對啊 我們今天空最高點啊 那但是問題是沒有軟體的 你一定要罵我 我們當時在空最高點對不對 對喔 為什麼 因為我來不及發簡訊給你 我再說一次 早上開盤 開盤 開盤的前1分30秒 就是開盤的1分 開盤到1分30秒 這只有1分半啦 到1分半 所有有用系統的 你就看著他 我跟你保證不可能有任何不同 那麼呢 開盤之後的第一分鐘到1分30秒 絕對是空 絕對是空 我們的PSY一定撩到正午時 我還要發給你 問題呢 我二打好了 還沒發的時候 已經 輸接掉到這裡來了 然後呢 他已經沒有正午時了 所以 如果你只是收簡訊的朋友 我今天是沒有發PSY正午時給你 為什麼 因為你要來不及 不是我不通知你是真的來不及 因為他就有開盤的前面這2分鐘 啪 拉到正午時 然後呢 然後他就撲個四季了 就是這樣 就從這裡就暴跌 暴跌差不多70幾點到80點 你問我而已 有漏嗎 絕對漏嗎 所以你需要有個工具系統 不見得說 你最起碼 你才知道說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開盤會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今天開盤一個關鍵 好 那你問我說那現在就沒得做啊 那你就只能再等啊 那你為什麼會知道要再等 因為你知道 未來只要在正午時 你一定會出手做空 負午時你一定會做多 好 就是這樣 這樣有簡單嗎 有 好 回過頭來 你說 但是漲 美國股市大漲 唉 你們假說的 我們假說的 這是昨天我們這個節目 昨天這個節目 我們特別舉了這張表格對不對 昨天在哪裡 昨天在這裡啊 漲的中途12點到12點半 即時報價 絕對在這裡 那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 他就一定會蓋了 那不是假說的嗎 是不是一定會蓋 蓋完就一定會漏 沒你當中還蓋嗎 再蓋一天啦 不然你認為他能漲幾天 來 沒你當中他可以蓋幾天 最多一天 快就今天下來 晚就再漲個一天 然後下來 那到底要漲到哪裡 我們休息兩分鐘 馬上幫您做簡報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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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會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換棒 接強棒 強棒 限制股股 自動優化 避開風險 掌握盤中波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突厥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靈體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利品險加買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少奇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 或帶點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 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那一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指數喔 那麼一直到昨天收盤 您剛剛看到是到剛才及時的 對不對 這是加長太大 好 可是畫面上 特別是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成員大家注意看 好 當然你可以看今天的研究報告 好 第一個 所以特別是新朋友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第一個 每天你都會有一個研究報告 我每天都會給你寫一份研究報告 每天的 好 可是研究報告呢 因為有的朋友都不愛看 對不對 你怎麼看不知道你寫什麼看 所以 你除了每天有一個研究報告之外 我們每天下午我 我會在我們公司 會錄一段索馬影音 會員的索馬影音節目 也就是說您是會員的 那你就上網到我們 固得證券投顧的官網 官方網站 不是我們是官方啦 就是公司的網站 然後呢 有會員索馬影音 那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我們會針對 不管是我們當天的研究報告 我們的操作 包括未來 我們怎麼做評估 那有幫您做宿命 所以回過頭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指數到昨天收盤截止 上圖是它的走勢圖 底下 一個叫PSY心理線 一個叫反轉KD指標 不是一般KD喔 這叫一般的KD 不就有兩條線嗎 一條K一條D 對不對 K值由下往上穿越D值 那叫多頭 K值由上往下跌落 那叫空頭 就要放空 問題是不可以做 如果可以做 大家做KD就好了 那就是不準 不準很奇怪 大家不再做 我無能為力 所以我們來看 那麼呢 上圖是PSY心理線 心理線本身 是我們提供給各位成員 你有使用的反轉指標 底下也是反轉指標 叫反轉KD指標 那你一定告訴我 這裡像什麼你不一樣 當然也不一樣 哪裡你一樣 對不對 那整體上 我們就做交叉比對 啊小明你黑白來 你又發明新的指標 又要叫我付錢了對不對 不對 你的指標裡面就有KD 來 各位親愛的軟體會員朋友 你本來就有 那很厲害 那利用這個時間 給你提醒 你就把你的手指出 你知道嗎 伺K伺D 好 那你就跑出來了 好 那麼如何讓 今天跟各位做報告就在 如何讓你的操作 準確度往100%邁進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那分別呢 一個是我們建議 我們所有朋友 包括我個人 我們發簡訊給各位也是這麼做的 一個叫PSY 我們主要是以PSY為主 KD叫輔助的 為什麼叫輔助呢 因為首先 我們先不看PSY 只看KD指標 我們把它標示出來 一直到昨天收盤 總共 1 2 3 4 以反轉KD為例 出現4次的錯多 做空則有 1 2 3 4 5 6 也就是說 1 2 3 4 5 6 6 這6次是對的 錯則有一次 一次 如果這次扛對的話 一定要疊超過30點才對 好不好 疊25點那就算錯 你知道嗎 要露30點 起 這也露 要露30點 露沒30點就算2點 1 2 3 4 這4次是算不差的 成功的 成功的 成功則有 1 2 3 4 5 6 請問勝率是多少 勝率是60% 那麼你一定告訴我說 我希望每天都做 做到 每天都要做 最好一天做30點 我沒有意見 我的看法就在於 你如果只是要增加你的交易次數 那你又要每個月都對 那你可以參考你自己的KD指標 就是我們提供給你的 你有使用軟體的朋友好不好 那整體上我們的標準做法一定是PSY 那麼PSY我會幫你搭配KD 也就是說當兩者出現交集 交集就是同時都要出現加物喔 要都有出現喔 舉例 呃 來 這裡 幫我把這裡放到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來 請問這裡它有沒有碰到 它沒有碰到 這裡它有碰到嗎 它有碰到 好來 我不要動喔 我們看全圖 這裡有碰到嘛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我們就不交易 這樣OK嗎 這種就不交易 因為這裡PSY沒有到 PSY有到的 就1 2 3 1有大器嗎 有2有大器嗎 有3有大器嗎 有 就是這樣做 這叫PSY 第一個 我的看法啦 就是說 整體上 你看 你在做指數的操作 那最重要的是勝率 我早期是認為呢 看跡象 哇 1個5個跡象 1個5個跡象 2個5個跡象 不對的 因為當我們去著重跡象 變成說跡象很好 會遠轉不到 因為它的錯誤率 假設是40% 就像剛剛的KD 我10次 我就6次 我就4次 結果人家 對的6次 不是都沒做 就是只做 賺5點就跑了 錯的4次 每次賠3 50點 所以總跡象去計算 是真的喔 可是人家也做5點 因為他要去挑 他到最後只挑對的 只挑到錯的 所以我的看法在於 當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當我們有提供 一個技術分析的一個操作系統 那最主要就在於 要求的不是績效的高跟低 而是在於要對 這個勝率要很高 因為不是一筆蛋就賺80 100 200 不對啦 而是在於我們的勝率要高 好 那各位你們告訴我 你現在說說你的雙十節 到底是壞性什麼事 雙十節叫做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 那麼就只有這個禮拜 就只有這個禮拜 那麼就一路發到底 就一路讓各位發到底 如果說各位 對我們的系統 不管是PSY 包括您可以上網 您是會員朋友 特別是新朋友 包括您接下來是我們的朋友的 你可以上網到我們公司的網站 每位朋友 會員朋友都一樣 你可以看到過去的每一天的研究報告 當天的研究報告裡面 我們都會把當天的一些操作過程 那麼在研究報告裡面做揭示 讓我們當天是怎麼做的 有什麼PSY 只要做多 只要半康 都有做說明 節目最後在這裡 就給各位觀眾朋友 合家平安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謝謝您的收看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承諾 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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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变强 接强棒 强棒 限制股股 自动优化 避开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02 2578 30 00 2578 30 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德投顾就是good 02 2578 30 00 2578 30 00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 双享号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光纤标网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到四个月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个月起 数位有限电视搭配30枚 每月只要690元 搭配70枚 每月只要790元 搭配120枚 每月只要890元 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上河 现在马上来电 0809 096 111 限时优惠 先抢先赢 TypeNet YourNet 有主力买的股票 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 每天追踪法人动态 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 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 富贵赢家 中级选股车车乐 请快上网搜寻 富贵赢家 麦克莲 02236363